在娱乐圈,永远演剧好不好,歌手唱得怎么样,似乎越来越被热化,但袁珊珊和王威这两位女演员,演剧是真的不错了,在声音其境的舞台上,王威,袁珊珊,王琳和娱乐四位女星同台进剧,王琳大家都熟悉,最经典的杰克选鱼,那剧富文配,你开门啊,我知道你在家,显示矮熟能详, 四位女资历最长的王琳,自然在四人见诺的时候,最喜爱焦光,在袁珊珊到来的时候,一记门王琳,自然在了王琳,但袁珊珊主动胜前求一个报道,自然王琳也知道如何回应,此时的王威在后方音效地站着,拥抱之后,袁珊珊和王琳对了一个眼神,似乎商论好了什么,表文含先结束,当琳拉着袁珊珊向王安介绍, 这是我女儿,同时马江湖的王琳也得足王琳面子,称呼王琳为王琳老师,袁珊珊也很大声地问了一句老师好,御珊老师也问得王琳有点不好意思,在王琳看来,他可能觉得王琳和袁珊珊这是第一次见面,所以他来做了外交官,一本正简介绍两人,王琳和袁珊珊也得足王琳面子, 实力更不熟,仿佛之前一点不认识,完全没见过女一样,就能认识坐在一起,也让人觉得是女人靠着一个方向,中间就像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一样,偶尔的几次互动,来自王琳的寒暄,袁珊珊在上台之前向日式地看向王琳,一看王琳,和王琳心动起来,就相对熟悉多了,王琳和袁珊珊在两位前辈们面前, 宝美的演艺人一出,我们真是第一次见面,一点也不熟,可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,几年前早就见过王琳,这是袁珊珊亲口说过的啊,这里的女友就包括王琳,这个故事就要扯到袁珊珊的一位南郭蜜像张哥,三一方在微博上两人的互动,也是很令人啊,在最近袁珊珊参加的增益中,第一期袁爸爸就总是提这个男生, 直接表明,张哥中间袁珊珊,一次提两次提三次提,明明是一场袁珊珊参加的综艺,隔着两期就能看到张哥的身影,毕业十几年了,他还能记住袁珊珊的血奶,袁爸爸称,张哥现在是他刚儿子了,他和袁珊珊是兄妹,袁珊珊自己称,张哥是非常非常铁的朋友, 十年后,双方都还没成婚,可以凑合着在一起过的那种,同班同学都总觉得他们俩在一起过,这个张哥也不止一次出现在袁珊珊参与的综艺里,去年袁珊珊参加一个同学聚会的综艺,在那里张哥作为同学出现,被袁珊珊停留为最好的南郭蜜, 毕业十几年了,他始终保留着袁珊珊第一次送他的那件衣服,而袁珊珊也会毫不避讳地提起张哥的过软面卧室,甚至是收到过群姐,差点就准备去喝洗酒了,到了这里,竟然说到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王欧了,张哥原本的结婚地下,就是王欧,曾经张哥已经跟西国地下王欧求了婚,王欧也在张哥朋友的微博下, 那样的这个事情,当年的王欧,也没火,还能接到伪装者这个剧本,偶尔还要关火和张哥,一起给别人拍婚收招的妄片,确实在一起过,但最后分了手,这是王欧和张哥,都正面回应了的事实,就要一个循环关系,袁珊珊和王欧又怎么可能第一次见面呢,何况王欧是袁珊珊的室友,大家熟不知到谁啊, 最后再和杜珊珊说个绕口令吧,袁珊珊在节目里和前方相亲,前方和张哥合作开了火锅店,张哥运对袁珊珊望面不忘,娱乐圈这个圈,真是幼小幼兆